三个候选人也都很清楚的认知 没有整合 大家都是输家 所以柯文哲喊出来说 我们来比民调 比不过的人输的人就退 我认为是其中一个选项 也无需把它当作是唯一的选项 柯文哲已经杀手剑出来了 他就喊说 那就来比民调 比民调输的人就退选 那也许进一步再来主联合政府 这个是个机制跟方法 因为你的所谓协调会要协调出什么 要嘛协调出政府 要嘛协调出是不是比民调 因为之前国民党这边的讯息 比较是希望不要比民调的 那用协调的 那协调基础是什么 那你所谓的四部曲 这一点又怎么看呢 是我想我特别提到的是 在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基础上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不能有陷入为主的观念 谁一定要在什么位置 那第三个呢 授权幕僚或者三个主要的候选人 讨论出一个决定 这三个人所扮演角色的方式 那至于什么方式 其实很多事情 如果攻诸台面 大概都会破局 有些事情事实上是在暗地里进行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有时间 而且三个候选人 也都很清楚的认知 没有整合 大家都是输家 所以比民调不必然吗 您的看法 我认为是其中一个选项 其中一个选项 也无需把它当作是唯一的选项 那所以柯文就喊出来说 我们来比民调 比不过的人 输的人就退 现在都在叫麻 都在喊价钱 对不对 大家没有彼此喊一下 谁有资本了 对不对 谁有筹码了 但是真正坐下来谈的时候 第一回合也许还是这样 但到了第二回合 慢慢彼此底摸清楚了 大家越来越理性 其实也不是讲理性 而是更务实的在面对 大家共同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各种的放话 其实没有进入真正的协调之前 还没有在协调核心里面 都只是在媒体上建筑报端 或媒体之间的报道 并不是真正有实质的 对有利益的对话 我认为都不是在亮底牌 都是在喊价 好不好